對 文綺哥我們聊一聊 這個昨天總統府公布了 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有看得到了這張照片 包含了最高法院法官蔡彩珍 監察院秘書長朱富美 台大法律系的教授陳中武 還有前促轉會委員 尤伯湘的四個人 但是呢這人選一出 卻引爆了南英的大炸鍋 因為這四個人顏色非常分明 不只是有廢死律師 還有卡管教授 甚至連太陽花運動 當時的關鍵的人物都在裡面 我想問一下文綺哥 這個政治顏色色彩這麼濃厚 當大法官到底是不是好事情 還是說我們綠營根本就沒有 把司法制衡功能給放在眼裡 算我好問 否則你是要怎麼做 就是全面執政 全面過半後 的後遺症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最高標準電影版的 綠色奇蹟 就像剛才明君你講的 他現在提的這四個人 當然各位如果看過海角七號的話 七色五彩霓紅燈 這叫做五彩油豬 各位來看一下 他們相關人等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簡單講 當然我們看到了 所謂的這個 邢泰招的老婆 豬富美是其中一個 當然大家就想想 以後會不會變成 減省一家親 有沒有利益迴避的一個必要 第二個當然就是剛才明君講的 其實爭議最大就是我們的油博祥 等一下我們來講一講 他的過往輝煌的事蹟 當然他基本上主張是廢死 這麼嚴重被綠化的 綠油油的一個版本 對不起 大家說 你們國民黨或是藍營的人士 一定逢綠必反 結果對不起 當然很多人開了很多槍 其中一個 對不起 跟明君報告 就是我們綠營在南部的一個大立委 蘇智芬 蘇智芬一聽 自家人也反對 因為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有可能的一個狀況 他在在地 他了解在地的狀況 來 我們來看一下蘇智芬怎麼說 蘇智芬說他臉書一發 他說當游博祥被提名為大法官的時候 令人震驚 因為雲林的焚化如一案 他教唆證人做偽證 他引用的是我們的前法官 康樹震 對不起 這是有名有姓白死黑字 所以蘇智芬敢這樣講 康樹震敢這樣講 我們接下來當然要看一下 綠營怎麼處理油博祥 當然除了我們綠營的 蘇智芬委員說出了真話以外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五彩油珠 我們對於我們藍營的 所謂的賴士堡委員 他舉了幾個例子 當然不能接受 賴士堡說這些大法官的人選 綠到出資 其實我有點想說出到出農資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幾個人的過往的背景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賴士堡舉了這1234 不管是軍公教的年改 然後我們看到過往的大法官 他說沒有違憲 好 黨產條例我覺得其實爭議很大 當然你還能怎麼樣 他還是一樣駁回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然後還有一個第三個 但所謂的前瞻預算有沒有高金素媒的那個案子 他說你沒有投票 沒有表決 他一樣駁回 可是我跟明君報告 最有趣的其實是這事無良點 為什麼我會這麼講 這裡面藏了貓膩 哪些貓膩呢 在第一次下2020年的農田水利會 各位記不記得被收歸了 對 被政府收歸國有 沒錯 後來我們不是缺水缺電 農田水利當然除了大撒幣 他裡面的說法是說 因為時空環境的關係如何如何 所以沒有違憲 其實這裡就藏著 蔡英文總統講的時空環境不同 所以他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反正黑的白的他們說了算 大法官是我的人 我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判決核限 沒錯 龐政 求政 求援都是我的人 好 這個第五點 我說有趣的是 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的話 當時我當時我深深口口說 食安很重要如何如何 對不對 他們上了 就看了一個萊豬鏡口 他沒收了自治條例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不只我們的蘇智芬 賴士堡跟康樹正 連我們的檢察官 我們的蔡啟文 各位好朋友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把他那個細節 你們去看一下那個藝文 為什麼我們的檢察官會講說 游博翔在貪污案中 幫證人排練 他說的很重要 這等人品成為大法官的被提名 他出了執筆 這個排練文答書跟剛剛蘇智芬講的 座位證的同一件事情 對 答案表示說 所以你可以看 後來這個證人點一點點 因為他們是夫妻的關係 結果那個證人不敢講 你有看過一個證人這麼的認真嗎 所以我要講 游博翔就自己講了這些話 又說得情真意切 他說2005年在申請 傳聞當事人的配偶已經先行訪問他 各位你看一下 然後這是他的自由 我無權干涉 各位我只引用美國大法官霍姆斯講的話 根據台灣的司法 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 而在於什麼 經驗 你看看游博翔過往的紀錄 你看看證人的說法 如果不是游博翔 很有可能教他 他用經驗 對 他會拿一個筆記本 然後筆記本還要照著念 所以我們覺得有時候這些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門 所以你看游博翔的這等人評 他接的案子的種類 對不起 各位請導播take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少校吳宗憲 他說吳宗憲他在什麼 超買嘛 各位記不記得 超買嘛 9000多條 他說不構成貪污罪 怎麼是貪污罪 所以我說游博翔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 當游博翔可以有一個小筆記 明君 我也有一個小紙條 當然不是阿扁的小紙條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微博的歌手 我請導播take一下 微博的歌手月下說 白鬼夜行 他說 彩碎陰陽分界 攢緊了手心 到底世人是鬼 我分不清 迷霧裡重重險境 吞沒我呼吸 所以我們說這五彩遊珠 真的值得讓人家 繼續看下去 他們會搞出什麼好事 是不是這個白鬼夜行 真實上演 大家持續的做檢驗 不過講到大法的觀 可能距離一般民眾很遠 不過這件事情可能一般的小庶民 就很有感覺 對 很多人都有買車的經驗 在台灣買車真的貴得嚇人 可是這個南韓的啦啦隊女神 李多元 最近拍一篇文章 他說 我在韓國買新車 現代系車CASPER 只要台幣40萬 40萬在台灣有辦法買到什麼車吧 民眾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買車 但是李多蕙 這個韓國來的小女生 民進黨政府一直覺得很衰小 天啊 中情 為什麼呢 李多蕙只不過是說 我在韓國買了一個 所謂他介紹的 臉書他介紹 他買了一個現代汽車 這應該叫CASPER 是不是 新車的購入價 簡單的講 台幣就是40萬 40.8萬 隨事便便就能買新車 這說在民軍 或是我們一般受眾裡面 當然我必須承認 因為現在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他的唯一的小缺心 我買不起房子 我就買汽車 可以吧 總是可以吧 結果買了以後 我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台灣到底是不是萬萬稅 然後我們現在重複課稅的 有多嚴重 其實我們的蔡政府 才是高物價的幫充 是不是這個樣子 到底這貨物稅合不合理 合不合時宜呢 民軍這就來了 那又不要說是 都是泛藍的指責 這時候我們最近 又在唱聽海的高嘉義委員 是綠營的委員 他現在講的這句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國產車的內銷 有高額的稅金壓力 這也請大家看一下 25到30%的貨物稅 5%的營業稅 進口汽車零組件的進口關稅 是5%到17.5% 如此高額稅付 不僅墊高國內的新車售價 所以造成了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奇怪 要我們的車出去 要造成部分國產車在外銷了以後 竟然比我們在台灣買的時候 還要便宜 所以他說 很離譜 對不起 所以你看 高嘉義說又說出了真話 這個時候該死的小孩是不是 當然除了何志偉以外 他說這早已不合時宜 為什麼我們會堅持說這個 各位來看一下這裡 因為其實這裡的當時候發的有關於汽機車的貨物稅的檢討 其實他們財政部在鬼打牆的回應的時候 他甚至講到說這是要整合律師稅制 要有能源稅碳稅 其實這都是重複課稅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要講 為什麼我們會說萬萬稅 對不起 來看一下 民軍這個案子 如果現在大家導播 take完了以後 民眾就知道 原來我們的錢 就是這樣被中央政府給吸走了 原來東西會變貴 就是因為稅的問題 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 簡單講什麼要課徵貨物稅 從2000cc以上的小汽車一直這樣 大家看一下 好恐怖 為什麼我們會 老百姓覺得生活得那麼辛苦 各位原因出來了 因為根據躺著收稅最簡單 當然不是小雲有沒有空 來各位看一下財政部的資料 根據2022年的貨物稅的稅收 為1500多億 佔稅收的4.7 來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所謂的 次於營利事業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跟營業稅 跟證券交易所得稅 第五大的稅收來源 等於說貨物稅 已經佔上了第五大稅收來源 還比關稅多 這有點不太合理 所以我們就覺得 其實他到底是在做些什麼 這就是我們萬萬稅的蔡英文政府 好 到底這貨物稅條例 有沒有需要修正的必要 畢竟都經過30多年 那我想是你 只要執政黨願意提出來的話 要過關要修改很容易 就是看他願不願意 因為現在大法官都是綠營說得算 我想問一下孟凱哥 你針對這個大法官提名 人選的這個照片一PO出來 人選一出來 你們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除了綠有有 我們真的還不知道 用什麼形容詞 說實在話 剛剛聽到文綺這樣子的 語重心長 確實在這一次15名的大法官 最後這四位都由蔡英文 在任期裡面 把它給提好提滿 過去民進黨怎麼講 我等一下再回憶 幫大家回憶一下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提名人選 真的不合適 真的不適宜 其中尤博祥這樣的一個 過去是律師的角色 居然有被教唆偽證的一個狀況 還有他曾經當過是 太陽花學運的律師 以及當過促轉會的委員 我們在問 過去不管是太陽花學運 不管是促轉會 大家現在提到這樣的一個機關 或是這樣的一個運動 難道會有一絲一毫的懷疑 是說他還是公正客觀嗎 所以就完全已經偏頗了 當一個天平已經偏頗一方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說服民眾 所以除了綠有有 我說真的 我腦海裡面比較貧乏 我還真的想不到誰要解辱詞 再者另外一個部分 為什麼大法官那麼的重要 因為他是憲法守護者 他是有解釋憲法的一個理由 也許大法官跟你我 宿民百姓的距離比較遙遠 但是通常大法官扮有什麼角色 就是最後如果有什麼樣的案件的時候 他們是中案判決一錘定音 所以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製任其製 並且他有多高尚的一個權位 我們台灣大法官居然被這樣子亂搞 好像就已經請前一方 根本不值得信賴 而最後我必須要借用民進黨的委員 過去怎麼樣罵馬英九時候的話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講說 還馬英九公道者必蔡英文也 因為畢竟過去他們怎麼罵兇 那時候現任的台南市長黃偉哲 當時當立法委員的時候講是說 抨擊馬英九把提名權用到完用到臭 當時的民進黨的立委油美女講是說 完全由馬英九提名的話是破壞憲政體制 破壞憲政基礎 而現在的偵查委員田秋瑾更講了 如果馬英九還有一絲的羞恥心的話 自己應該停止這種違法亂記的作為 把幾位大法官的名額留給下一任總統 猶言在耳啊 才不到七年八年的時間 結果現在你蔡英文總統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就要呼籲一下 摳一下 全民協詢一下 現在的台南市長 過去的台南立委黃偉哲 你要不要針對這件事情說一下話 所以無論如何怎麼說 國人自己心裡有一把尺 如果民進黨要這樣子偏頗的事物名大法官 用好用滿 提好提滿的話 人民真的會用憤怒的選票 告訴現在執政黨 我們不接受這樣偏頗的行為 輝達我大哥人人都來蹭 今年科技業界中最火紅的男人 就是輝達警長黃仁勳了 從這Computest今年開展以來 美光燈的目標都在他的身上 各家為了要跟輝達蹭上面 搬出了AI的應用 連鴻海今天股東會 都好像新品發表會 這董事長劉洋偉說 輝達晶片模組我們鴻海也有做 這有沒有跟廣達來較勁的味道 因為黃仁勳超挺廣達 昨天連招牌皮衣都脫下來 給廣達旗下的雲達總經理穿 我想問威姐 黑皮衣這個icon 好像有一點點 蘋果創辦人賈博士的急事感 沒錯 其實明君你知道嗎 今天就是這個畫面 影響了今天劉洋偉董事長 在鴻海股東會的說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 我們看一下 今天劉洋偉董事長 他在外面他講了三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世界上不是只有CHATGPT 我們也有CTGPT聊天的機器人 我們是老大哥 第二件事情 回答 我也嗚嗚 來 回答前幾天 黃仁勳在會場上展示的那些 回答的那些AI的晶片 很多的部分 我們紅海 我們的伺服器 就搭載了回答晶片 而且各位 你要看清楚 現在回答的晶片模組 喜歡做 是我們紅海做的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這句話 各位 你看劉洋偉為什麼要講 明君你知道三位數字 代表一倍以上 100% 也就是AI伺服器 還是我是老大來 為什麼我們要剛剛講 就是衝著昨天剛看到的那個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來 觀眾朋友你來看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這張畫面 讓劉洋偉助力難安 因為這是廣達旗下的雲達總經理 楊麒麟 昨天黃袍加深 上兆男 NVIDIA的皮衣 把他的皮衣當場脫下來 講了五次 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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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五次 而且還把他的皮衣套在 這個楊麒麟身上 你可以看到 兆元的味道 兆元的重量 明君你就知道 今天為什麼會決定了 鴻海骨架的命運 跟廣達骨架的命運大不同 大家都知道 這AI伺服器的營收 其實已經在廣達 從去年 其實就已經佔超過五成 觀眾朋友 現在全台灣的企業界 五成以上 其實用的全是廣達AI的伺服器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它不只是在台灣 它其實你喊得出來的 比如說整個東南亞 日韓 泰國 馬來西亞 甚至德國 用的都是他們廣達的 然後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它最主要是對上這句話 因為昨天他講說 這個楊麒麟他們 包括梁四鎮 廣達他們講說 以後我在AI 跟這個雲資料中心 我是雙頭馬車 跑到你抓不住 它的成長 未來很恐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今天 劉洋偉開著他自家的電動車 出來很帥氣的現身 告訴你 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廣達 以前大家都知道 廣達跟鴻海 以前實質緊扣的兄弟 因為他們曾經有因為 鴻海切進筆電代工的時候 讓郭董跟林達利反目 現在變成分道揚鑣 我們就要來看 股價我們來比一比 是不是因為 NVIDIA黃袍加深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大概一個禮拜前後 廣達我們沒料到 廣達也有股價 漲停辦的一天 大牛 而且不只漲停辦 我跟你講我飛給你看 大牛飛天 今年以來 它至少股價就已經漲了 大概有61.58% 60% 我們來看我們不動如山 如如不動不動如山 不動蠶的鴻海 吉尼一來 它也不錯 只有8% 只有8%太多了 有沒有黃袍加深 對 有沒有上兆男的皮外套 這才是真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比一比 其實大家都在強調 這所謂的最近 非常瘋狂的 其實傑森黃 明君你以前也接觸過他 其實他人非常friendly 可是很凶悍的 很了得的 觀眾朋友你可知道 他不僅是台版的賈伯斯 而且還進過趕化院 是怎麼說 以前人家講 明君我們都講 中國賈伯斯 我們立刻喊雷軍 小米的雷軍 台版賈伯斯 我跟妳說 就是這個 就是黃仁虛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他比一比 很多人講說 你為什麼穿皮外套 這他的icon 他的icon 世幾年來都這樣 他學誰 他就是學我們的賈伯斯 賈伯斯都穿黑色的高麗 你不論 他不論現在夏天 冬天 全部都穿這一件 是不是 上兆的重量不一樣 人家說看裡面有沒有散熱器 因為應該很熱 賈伯斯很熱 搞不好 好的idea 所以人家講說 台版賈伯斯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其實他為什麼什麼都學 這個賈伯斯 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這個CEO 因為這個NVIDIA 他自己創辦的 所以其實他就是中央集權 你不要看他一臉和氣 跟待人 其實他就是中央集權 而且所有的風險 我一肩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造就了今天的NVIDIA 但是我們也要比一比 其實為什麼我們講一點點 人家不知道的黃仁虛的內幕 因為其實民主我們都有接觸過他 表面上非常風趣 非常幽默 可是你知道 其實他以前 他是練過兩下子 你有沒有知道黃仁虛 他的兩個肩膀特別有肌肉 你有沒有遇到 而且他昨天脫下的時候 他給你看 他上面有NVIDIA的刺青 我跟你講那是因為早期 他九歲的時候跟他哥哥 去了美國肯達基州 其實肯達基州 他那個州裡面其實有個教會 私立教會他當時去投靠他的舅舅舅媽家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去做升學的那種學校 其實去的是他當時有一個 所謂的私立教會成立的一家學校 專門管什麼呢 那個奈達中學專門管一大堆 背上有刺青的啦 流氓的啦 不太小了 我跟你講很多人想說 派啊 我們的黃仁虛去了那裡 豈不是以後就流氓當道 而且語言又不通 我跟你說 黃仁虛 Jason就是Jason 他就是不一樣 你知道其實黃仁虛今天我們看到他 你看到的是一個所謂NVIDIA的一個教主 但是我跟你講他早期第一次登上大螢幕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或者是登報 其實他是一個14歲的打乒乓球的 為什麼咧 就在他這個像感化孕音的學校裡面 他有他特殊的領導管理風格 他也跟他弄了刺青 我也跟你很會很兇悍 你如果敢惹火 我就怎麼樣回給你 結果就造就了他非常兇悍的個性 而且你知道後來整個所謂的流氓管理學員 他以後全部被他感化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台灣來的小男生太厲害了 很厲害 運動好 念書又好 很多人內裡當地的維利亞裡面的學生 當時帶小刀的 我跟你比刺青的 這個刺龍刺鳳 結果他也來給你刺龍刺鳳 來看誰比比較厲害 結果他居然收服了一面全面的學生 居然開始跟著他一起來閱讀 去一起來打乒乓球 很不一樣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在這個世界來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所以在這裡面你就知道 他的管理風格了得 為什麼一句話會決定台灣股票的生死 來第一件事情 明君你看今天的台積電 台積電是不是股價往下跌 對啊 上禮拜好強 不知道怎麼今天跌得比較重 是不是股價開始往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才的上兆男 黃仁勳的一句話 他講什麼咧 各位觀眾朋友他說 我們的供應鏈 我們還是要力求多元 所以我們這個H100的部分 它的這部分產品是高階的 它也會再去不只是三星會生產 Intel也要代工 很多人很擔心 很煩惱 別擔心 我待會兒給你報告 為什麼 然後在這裡面他說 他講的這句話最重要 以後中國大陸他無可取代 如果你要放棄美國市場 你會造成美國企業重大的損失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放棄中國市場 會對美企造成巨大損失 讓我們心裡聽得更心酸的 是這句話 台灣以外的地方要去製造晶片 是可行的 但是中國 它的市場無法被取代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造就了 它今天台積電一度還跌了10塊錢 對一句話撼動 股本這麼大台電的股價 也只有黃仁勳做得到了 為什麼明君我要跟你講 這句話我們聽起來 第一個我們不要擔心 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訴大家 未來依舊是NVIDIA 會獨覽整個全球 不只是美中它的版圖 我相信是會獨覽全球的AI版圖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黃仁勳過來很有可能 會成為走在美國跟中國貿易大戰 那個鋼索的上面唯一的一個男人 現在他馬上就跟著馬斯克 他這個禮拜就要去訪問中國了 他談些什麼呢 來 我跟你講 現在NVIDIA的晶片 在中國賣到快翻掉了 目前為止所謂的閹割版 閹割版是什麼意思 美中貿易大戰 我不願給你高規嘛 我就只好把它閹割一下 變成比較低階的 這個就是符合現在拜登總統 他們可以符合的股價 你看 它的價格全部往上飆 至少40%以上 嚴格版的就漲40% 對 但是這個目前為止 最主要是時間也拉長 但是你看 以現在定規格 定全球這個晶片規格的 不再是Intel 是因為這個NVIDIA 我們來講 為什麼我們講說 台積電跟Intel這販賣 這個有關NVIDIA的部分 我們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我跟你講他們就是宿敵 就跟虎海跟廣達 因此差不多的情況 我跟你講 他這個就是所謂的 大哥與小弟的爭端 結果小弟先了招架 大哥四馬難追 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現在這個季辛格 在2007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是Intel的副總裁 你看他當時推出一個 所謂的CPU跟GPU 一個就是這個跑電腦運算 一個部分是那個晶片匯圖 他說他推出一個所謂的 Larabi Larabi這樣的叫 簡單來說就是說 因為Intel是做CPU的 那輝達是做GPU的 他想說我就做一個CPU 結合GPU的 取代GPU 未來就不會有輝達的市場了 因為輝達專做GPU 當時的大哥就是Intel 他8號失靈定規格 你的小弟點點啦 沒有你的事 結果他當時講的這句話 2007年的時候 你知道當場被黃倫勳打臉 Jason說什麼 你的計畫 什麼Larabi的架構 它就是個笑話 為什麼 我宣告 未來你可能在三年之內 你就算成長十倍 你也跑不過我 四馬來追 為什麼呢 結果你知道最後證明什麼 居然黃倫勳贏了 這個2007年推出來的架構 在兩年之內從此消失 而且居然說是史上 最大的一個敗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這樣 你看 在這裡面 我們今天已經看到 小弟NVIDIA 今年已經全面的 超車了大哥Intel 我們也只能說 你現在就算讓他代工 我們等著看 未來你就算Intel吃到代工 你也只是吃到旁邊的屑屑 未來主導全球AI 版圖 甚至地圖的 我相信是NVIDIA 台中市五億高中生的墜樓案 開始有人出面爆料 而且疑點越爆越多 有一個是跟他租車位 10年的租客 他表明這個賴性高中生 應該不是同志 再傳出兩個人登記結婚 當天有找大樓的清潔阿姨 以3000塊酬勞當證婚人被拒絕 這一切是不是計畫性的假結婚呢 因為監視器畫面拍到 兩人進電梯的時候 完全沒交談 而高中生墜樓後 下男被刑警詢問 還當作不認識這個高中生 我想問學偉哥 據說連卡通鬼滅之刃 都有可能會成為 戳破下男謊言的關鍵嗎 現在最新施政 除了之前我們質疑的那些問題之外 現在還有所謂的六個疑點 六大疑點 這麼多疑點 對 這個六大疑點 然後分分表示說 這個跟這個賴性高中生 結婚的這個下性男子 真的在公訴的方面 有很多沒有交代清楚的地方 你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疑點一 對疑點一有沒有 現場現在有人拍到那個什麼 賴性高中生躺在那個什麼 城市地點的那個照片出來 這一張是示意圖 可是就是他人卡在這個草叢裡面 好像睡著一樣 喝醉酒一樣 對 當初人家看到說 你鞋長在草皮跟這個人行道的中間 對不對 現場沒有看到任何的血跡 真的不像是從石樓墜落 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這幾天漢翔公司殺戮場 有一名女性員工有沒有 他就從三樓有沒有 那個殺戮場三樓冷卻塔往下跳 三層樓的高度 對 三層樓跳下來 對不對 三層樓 聽清楚 三層樓 你知道這個女生的話 她的喪失是怎樣 她兩個下肢有沒有 開放性骨折 骨盆腔也骨折 開放性骨折 對 那你就說從三樓跳下來的 喪失都這麼嚴重的 為什麼十樓跳下來現場沒有血跡 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疑點對不對 那我們以前一般來看的話 從低樓層墜落的話 通常是腳步先著地 如果是跳樓輕盛的話 難怪這個女性員工是 雙下肢開放性骨折 那你如果從高樓層墜樓的話 通常下來的話 因為在高空這樣翻滾的 或者是翻轉的話 通常頭部 因為她那個體積比較圓 對 所以下來的話頭部通常會墜地 所以可能會有流血的情況 那我們看到第二個疑點對不對 這是上午8點45分 就是5月4號那一天 發生事情當天有沒有 電梯監視器拍下兩個人的身影 有沒有 這是有讀者提供的照片 對 那個讀者提供 在這個下南住家的電梯 對 那個十樓的電梯裡面 那兩個人下來的時候 他們上去之後要下來的時候 竟然沒有搭電梯 竟然走樓梯 人家講說 上樓是搭電梯 下樓走樓梯 對 因為你上去 你看人家上去之後 是不是被人家拍到的一些畫面 那兩個人感覺沒有什麼交談 對 而且留下什麼事證對不對 人家講說 這兩個人好像想要去結婚 對不對 對啊 看起來不像是登記結婚的人 對嘛 你今天說要去登 對 而且不熱絡 更誇張的是怎樣 這個賴姓高中生 這隻手在那邊幹嘛 他的右手在抓頭 對 抓頭 捏頭髮 因為他的家屬就講說 他如果緊張的話 或者很多事情解不開的時候 他常常也習慣動作 就是抓頭 捏頭髮對不對 這個時候人家就看到說 他剛才落地的時候有沒有 他後來沉思的那個現場的話 不是就是右手臂開放 有骨折嗎 有出血 對 那你看 這個手還能夠舉起來抓頭的話 表示當時他的手是沒有傷 任何傷痕的 是好好的 整個好好的 那後來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上午9點50分 他們兩個完成了結婚登記有沒有 上午10點8 6分的時候 兩個回到大樓 這次就直接大電梯上樓 對 那可是你看 一個小時後 62分鐘之後 對 這個賴姓高中生不是最樓嗎 對 那最樓之後你看 他們剛結完婚 登記完 他的另外一半 從10樓摔下來之後 他回到大樓 最樓身亡之後 他竟然又走樓梯下樓 你看 事件他發現到這個家裡 看不到賴姓男子的身影 可能墜樓了 他居然是慢慢走下樓梯 這應該很緊急 趕快搭電梯下樓找人了 怎麼會慢慢還走10層樓呢 人家就講說他是不是刻意避開什麼 什麼關鍵的情境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走樓梯對不對 好 那既然走樓梯 你那麼的鎮定對不對 接下來1點3就出來了 因為他下來 你看他還換了妝下來 對 他就說他有去沖澡 洗澡 對 所以換了衣服好像能下來了 可是面對警方在查訪的過程之中 有拍到 對啊 這個也有人拍到有沒有 他沒有跟警方講他是誰 對 他好像是路人假衣餅丁一樣 不是剛結婚 對 裝作衣服好像路人假對不對 他不知道說這一查的話 你剛登記完的話 一查馬上就知道嗎 而且那個神情鎮定的感覺 你就會發現說 那個孝幸男子為什麼第一時間 撇清跟這個賴姓高中生的關係 這個一定要深度追查 那現在接下來1點4好了 為什麼這一棟大樓 之前高大臣會講說 這可能會被害死 從第一樓層拋屍 後來現在查出來 你看 這個孝幸男子的爸爸有沒有 有一個女友 他曾經為他的女友的兒子有沒有 在同一棟八樓置產 所以他不只十樓有房子 八樓也有 對 八樓有一棟房子 買的房子嘛 那接下來他還曾經幫 三樓住戶賣屋 對 所以難怪大家想說 怎麼可能從第一樓層拋屍 那你怎麼進到第一樓層 原來他曾經有幫一個 三樓的住戶賣房子 所以他可能有鑰匙 對 他有鑰匙跟持扣 所以可以進出八樓跟三樓 還有他自己家的十樓 對 所以高大臣當初講說 可能被他從第一樓層拋屍之後 那是不是你看 那這個機率就來了 就有這個連結性 連結上了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中間的62分鐘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真的要從下姓男子這邊 開始下手 那下男自己就跟警察說了什麼 對 那1.5就出來了 對 1.5這個更誇張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這個下姓配偶 會跟這個賴姓高中生 兩個人突然間結婚了 現在也爆出來說 他花了三千塊去找他清潔 阿姨有沒有 說不可以幫他做證人 三千塊有代價有沒有 你把阿姨先拒絕 他說你看一拒絕之後 隔天就出事對不對 有點怪怪的 後來他們不是剛才下來嗎 他們竟然是跑去便利商店 去什麼地方有沒有 去找當初有一些外國人 其中一個證人是外國人 因為他比較支持同婚對不對 所以他幫了當了證人 另外一個是什麼 護政事務所門口 有一對新人的那個伴郎 出來之後他們也是鼓掌 他拜託 他找到了第二個證人 所以你看 他現在講說 為什麼他們兩個突然間會結婚 你知道嗎 這個下姓男子 他跟警方公訴是什麼 他說這個賴姓高中正的父親 不是4月23號死亡嗎 死亡的時候他說脖子這樣 賴姓高中正跟他講說 看到那個爸爸的身體 就是他阿公 脖子這邊有輕微的勒痕 所以他很害怕說 他們老爸是不是叫我勒死的 所以是不是其他家族的成員 會對他跟著 會對他不力量 這個時候夏勁佩友就跟他講 你家沒溫暖 不然你來跟我結婚好了 這什麼關聯啊 對啊 我覺得說奇怪 你去幫他勸導 去幫他幹什麼 去蘇打他的情緒 你找人保護他 還要幹嘛跟他結婚 那就算了嘛 對不對 突然間拿結婚來講的話 來說事的話 這個也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學哥很奇怪 他說對方賴姓高中生擔心 家人有人對他補測 那也不至於要跟這個賴男結婚 來營造安全感 除此之外有沒有可能賴姓配偶 對監禁所說的證詞 還有令人起疑的地方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賴姓男子 在檢警那邊進行筆錄說法的時候 他曾經告訴人家講說 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那天結完婚之後 回家之後去幹什麼 兩個一起看鬼魅之刃 說是下男跟高中生 對…兩個在家裡看鬼魅之刃 後來警方就去查了說 他那個區域 只有一家有線電視公司 那這些有線電視的話 從當天5月4號那一天 8點到12點 根本沒有播鬼魅之刃 那他去哪裡看到的 對 所以他們兩個看什麼鬼魅之刃 是看得貴 好 那接下來又一個1點6有沒有 現在這個死者 高法醫他到現場的時候 他去驗屍或相驗 他初步看到的時候 他背部有一些插狀的 這些痕跡在裡面 還有十幾條那種 細長型的傷痕 那這個傷痕到底是怎麼留下的 是因為當初有在害死他之後 要把他棄屍過程之後 有在地上拖嗎 對不對 這個拖痕的話 這從他的死者醫護破審程度 這個看出來是一個很重大關鍵 或者是說這兩個人他在嚇害 於這個賴靜高中生的過程之中 兩個人有拉扯 他可能跑的時候在陷的時候 尾後拚他的藝術對不對 所以把他給抓傷 所以現場這個傷勢 到底是什麼樣造成的 這個檢警法醫也應該確實相驗 看清楚這個傷痕是有什麼造成的話 或許對破案也有幫助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 之前高法醫不是講過說 你除了說10樓的這個欄杆 跟那個扶手有沒有 你要查驗指紋 每個層樓都要查驗有沒有 當初在現場有採集到指紋 掌援還有鞋印有沒有 其實說真的這個也可以破 當作破案的一個關鍵你知道嗎 因為你現在雖然有查到指紋對不對 那指紋是不是兩隻手 我們一般攀爬的話是兩隻手 抓著欄杆之後 斜印腳上去在蹬對不對 所以你看從這兩隻手的距離 跟賴性高中生的身高比較的話 就知道說他是不是撐著這個地方 爬上去 如果一個指紋在那邊 一個指紋在那邊離那麼遠 一般人不可能 對 或者說兩隻手的指紋是交叉的 這也不對 這也不可能 好 那你說鞋印好了 鞋印你在採的過程之中 你如果要蹬出去的話 這個高度是不是一個 一個頻繁標準 至少就是可能30公分的高度 對 因為你要施力 這個符合我們的力學原理對不對 你小孩要拔下去 要怎麼跳 這也很注意 好 那我們這些距離 也可以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10樓 從10樓最有的一個證據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 高法醫一直提到說 他有可能是被下毒 餵毒死掉對不對 其實為什麼 其實高法醫也曾經講過說 民國其實幾年有一個公務人員 為了要害死他老婆對不對 因為他在外面有小三 被老婆發現 他為了要彌補跟老婆 騙他老婆說 我真的要給你好對不對 他回去我改過置性 我包水餃給你吃對不對 包到水餃之後 他水餃裡面加什麼東西 加披霜 所以那個披霜加在裡面 為什麼要加水餃 因為有時候大蒜 什麼東西都要加裡面 對 很重 你又吃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高法醫提供他以前 解剖的一個經驗 告訴你說 如果今天是披霜死亡的味道 你在解剖過程中 尤其解剖腦的時候 會傳出來大蒜的味道 因為腦的話是中出神經 你今天很多死亡毒物的話 會聚集在腦中出這個地方 所以你打開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味道 脹氣也好 通常這種解剖不會解剖腸胃 因為腸胃裡面東西太多 味道太雜 聞不出來 可是你知道嗎 他也提供這樣 糖果味有沒有 如果這個是解剖之後 一聞他糖果味 那這可能 死者可能生前患有糖尿病 也有可能安眠藥 對 中毒死亡 對不對 因為安眠藥的化學 是裡面有芳香廳類的化學物質 所以你會產生那種甜味的感覺 對 那如果是性能味的話 大概就可以確定說 這個是什麼 青花物 就青酸甲中毒 那阿摩尼亞味的話 可能這個死者生前有肝病 腎臟的一些疾病 如果是汽油味的話 那就可能是死者體內 所以解剖腸氣的味道 可能會知道這個致命 有沒有被嚇毒的原因 可是現在這件事情 又有研發出了案外案 就有這個十年的諸客出來講 他認為讓事情這麼複雜的 應該是過世的賴先生 就賴阿公啦 對嘛 現在大家都也知道 是已經過世的賴阿公 可是他現在講的話 我是覺得真的可憐的 這個賴性高中生也是可憐 因為他講出來說 這個賴性高中生的話 他就人比較高 老實來有什麼亂說 很乖對不對 他也不是同性戀也不是什麼 現在竟然變成一具屍體的話 我說實在這個家庭 你看三個人出來的話 各有苦衷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事情最後怎麼解決的話 有賴於雙方兩個家庭 或兩兆的人士 就經過司法來慢慢釐清這些問題 今天早上在日本跟沖繩 跟南韓的民眾 都被清晨的警報聲給驚醒 發生什麼事情呢 因為北韓預告6月 將發射軍事間諜衛星 日本政府就建議大早發布警報說 北韓會以沖繩為目標區域發射飛彈 提醒民眾趕緊疏離 南韓首爾也向居民發布警告 一大早大家要上班上學 就看到警報準備要撤離 怎麼一回事 可是不到一個小時取消了警報 原來北韓這飛彈在空中 從雷達上面消失了 嘉明到底今天早上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 今天對於南韓首爾 以及對日本沖繩的民眾來說 真的是度過了一個非常驚恐的早上 尤其在早上6點多 大家可能剛起床 要弄小孩上學的上學 要上班的上班 但突然手機啪啪啪啪 然後開始警報進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北韓在今天發射了 他們之前在講的所謂的間諜衛星 因為其實北韓之前就預告了 在31號也就今天到6月11號之間 他要發射這所謂的偵察衛星 結果果然就在今天 原本預告今天開始 結果等不及了 今天6點29分 就從北韓的西北部 來發射了這一枚軍事的一個衛星 所以這個衛星一發射之後 包含南韓的首爾 包含日本的衛星 都立刻告訴他們的民眾 就是說要小心 這可能會有空襲的一個狀況 但是注意看 其實首爾他們收到了這個警報的時候 它是6點41分發布警報 但是文字上面 我收到簡訊是說6點32分 大家會覺得說 這怎麼延遲了 怎麼延遲了9分鐘 那不是有點落差嗎 有點奇怪對不對 而且在這一個訊息裡面 剛剛看到都是韓文對不對 師爺你給翻譯翻譯 什麼意思 他是告訴你就講說 現在有緊急狀況 大家趕快找地方去避難 而且盡量讓老人跟小孩避難 這個很恐怖 重點是大家會想說 為什麼要避難 因為沒有講清楚 所以大家就不曉得怎麼樣 那之後過了20分鐘 政府又說沒有啦 這是一個誤報 因為我們發現這一個衛星 它的一個路線上面來說 不會到我們首爾的上空 所以這是誤發 大家覺得你搞不好真笑對不對 沖繩這邊 當地還發布了防空警報 因為原本認為說 它在這個掉落的位置 可能會通過沖繩的一個上空 甚至落在沖繩的這個海域附近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現場它是發布了這個 防空警報 叫大家趕快去避難 當然對沖繩來說 這個危機會更大 因為本來就預期它會掉在沖繩的附近 甚至日本的防衛大臣 也已經下令自衛隊 如果飛彈一旦來到了沖繩的上空 或者會掉落在本島的土地上面的話 立刻下達了摧毀命令 所以他們防空系統都已經安排好了 幸好是北韓自己不爭氣 自己掉了下來 當然這個殘骸的部分 現在已經證實是落在黃海的部分 所以包含南韓的軍方 也都已經去蒐集它這個殘骸 帶回去來研究一下 到底發射的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來其實講到這個間諜衛星 是今年對北韓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包含在這個月 我們可以看到金正恩 就帶著他的女兒金珠愛 來到這個軍事基地來視察 這個第一個 北韓第一顆的軍事的情報衛星 那當然也是因為現在 國際局勢比較緊張 我總是要知道 包含日本在幹嘛 南韓在幹嘛 美國在幹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 旁邊跟著一個胖胖的小女生 有沒有很可愛的站在旁邊 都跟在爸爸旁邊 跟進跟出的 這個就是金珠愛 但是現在講到金珠愛 大家想說 那他會是未來的接班人嗎 對 因為頻頻在媒體前面現身 對 你看不管是北韓閱兵 跟高階將領吃飯 到處都看得到 金珠愛的一個身影 但是現在南韓的國家情報院 他就講到說沒有 其實根據我們的掌握的情報 其實金正恩他有三個小孩 而且第一個小孩是兒子 金珠愛只是老二 但是到底有沒有這個兒子呢 對 所以現在到底這個神秘的兒子 到底存不存在 所以現在美國媒體去找到 兩個關鍵的人物來問這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男生 跟金正恩合照這個男生 他叫米卡埃洛 他是金正恩那個時候到 瑞士去留學的時候 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那他就講到說 其實當時金正恩去留學的時候 是告訴他說 我是朝鮮住瑞士大使館的 就隱姓埋命 職員的兒子 所以沒有告訴他 直到他這樣回去的時候 他跟他講說 我是金正恩 我是金正恩的接班人 那到了2012年跟2013年 兩個人12年沒聯絡 但是2012年 米卡埃羅他到了朝鮮的時候 他聽金正恩說 我妻子懷孕了 也就是李學祖懷孕了 到了第二年在訪問的時候 他沒有看到李學祖 但是他說 我聽說他是生一個女兒 但是沒有聽說過他生的是兒子 那所以看起來 有可能他第一胎就是女兒 第二個關鍵人物是誰 就是我們講金正恩的好朋友 誰兒別求心 小松Rodman 他2012年到朝鮮的時候 看到金正恩 看到金正恩還有很多的家人 那個時候他其實在之後 去的時候他還曾經抱過金正恩 所以他那時候是離開朝鮮 回到自己國家講說 我知道他生了一個女兒 我還要抱抱他 他叫朱愛 那個時候全球的人才知道說 原來金正恩生了女兒 而且他女兒名字叫做朱愛 金正恩的名字 最早是小松羅德曼講出來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到底有沒有這個兒子 還是說他真的 第一個就是生女兒 還是說他有其他兒子 他不是跟李學祖生的 現在看起來都是一個謎團 好 佳銘講到 這最近帶著女兒 平平現身的金正恩 看起來是非常重視 間諜衛星這檔勢 可是為什麼5月31號 6月11號發射間諜衛星 實際點很敏感 因為最近岸田文雄跟北韓之間 有一些交流 據說是跟過去很多日本人 被綁架到北韓很有關聯 這個星球舊恨又搭配到最近的軍演 是不是讓大家很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這絕對是星球舊恨 尤其對日本來說 現在琉球 就是沖繩這個地方 剛好颱風要來 我颱風要來就已經夠忙了 你還要給我搞這個間諜衛星 其實最近岸田文雄他出席了一個 叫做被綁架者親屬的一個活動 上面就講到說 他講說我決定親自去面對金正恩 也就是說他想要讓自己 去跟金正恩直接的對話 當然除了國際局勢之外 另外就包含到在1977年到1988年間 日本人有非常多的日本人 突然消失不見了 這跟北韓有什麼關係 這個故事就要聽下去了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協旋海報 你可以看到日本 在這11年間好多日本人通通都不見 而且不見的地方 這麼剛好都是在海邊 但是明君你要想 如果今天一個人不見了 A不見了 B不見了 兩個人不認識 你覺得只是單獨個案 那也有可能認為他親生了對不對 但是這過程的這個連結點 要從一起空難事件來說起 在1987年11月29號 當時一架大海航空858號的班機 他從巴格達起飛到阿布達比 要再飛往漢城 也就是現在首爾當時叫漢城 當時在那班飛機 在飛到安達曼海上空的時候 突然爆炸 機上104名乘客跟11名機組員 總共115人全數罹難 當時就想說 這飛機怎麼會爆炸對不對 仔細去看它爆炸的這個點的時候 發現說它是在座位 第七排的7B7C的位置 炸裂的特別明顯 有爆點 沒錯 當時就研判說這是被放的炸彈 這是一起恐怖攻擊 那到底是誰做的呢 當時他們就查了 因為中間有經過轉機從阿布達比 發現有兩個人下飛機了 這兩個人拿的都是日本護照 而且一個叫做瘋骨針 一個叫瘋骨針尤美 結果這兩個人去找他們的時候 在巴林找到他們 這個男的看到警察一來 馬上咬的他嘴巴裡面的一個 氫化物的一個膠囊 立刻輕生 但是女生沒有跑掉 這女生後來被抓回到了 這個南海來受傷 因為畢竟受傷害的是大漢的航空 那當時下飛機的時候 大家就看到說天啊 這麼一個漂亮 這麼柔弱的一個女子 她盡量可以犯下這種恐怖攻擊 而且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你明明就是這個畫面 有沒有很柔弱 你會想很難想到 她這樣會把飛機給炸掉 而且重點是她之後受審的畫面 看起來就是非常清秀 非常漂亮 可以說是一個美女間諜 那結果她那個時候人家問她說 那你為什麼要去炸這個飛機 她說沒有 因為北韓 她不希望 漢城在1988年舉辦奧運 所以她要去搞砸這件事情 而且人家也問她講說 那你為什麼 你明明是北韓人 為什麼拿日本護照 你還會講一口流利的一個日文 後來才知道說 這個女特工 她在北韓的時候 經過了20個月的密集訓練 她跟一個日本人在一起 要教她說日文 教她日本人的思考方式 言行句子等等 化妝等等 之後才發現她所謂的日本老師 叫做填口八重子 對照過來 就是當時在日本失蹤的人 所以日本人被抓去北韓 當作訓練北韓間諜的老師 沒錯 講日文 所以我現在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這些日本人 會陸陸續續不見 因為都被北韓綁架走了 這個事情曝光之後 北韓當然第一時間 是不斷的否認 沒有 沒有這回事 而且這麼多失蹤人當中 年紀最小的只有13歲 你看到這個13歲的一個學生 他叫橫田蕙 他當時放學 打完雨球之後 準備要回家 經過一處海邊 從此消失音訊 直到1997年 日本政府掌握請資 因為剛剛爆戰是1987年 10年之後掌握請資說 橫田蕙還活著 而且他還生活在平壤 所以那個時候家屬就滿懷希望說 我小孩失蹤了20年了 他竟然還活著 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 當時日本手下小崔純一郎 他就到了北韓 去跟金正日來會面 當時金正日是承認說 對 確實我們有綁架了 很多的日本人 來到北韓 協助我們訓練這些特工 而且他也道歉了 當時這一個橫田蕙的家長 都希望說小孩如果還活著 他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回去 對不對 但是當時北韓就講到說 沒有 橫田蕙他因為罹患精神疾病 在1993年的時候 已經輕生死亡 可是問題是 北韓提供的三大證據很有問題 怎麼說第一個他出事是死亡證明 說1993年3月13號他就輕生了 但是這個死亡證明上面 有明顯遭到篡改的一個痕跡 再來另外還有一封親筆信 說這一個是橫田蕙寫的 但事後查明是說橫田蕙在平壤那邊 有跟一個男的叫金英男 這也是從男孩被綁架過去的 結婚之後是由他來代筆 而且他說橫田蕙死亡時間是1994年 那不就跟你死亡證明時間不一樣嗎 差了一年 差了一年一個月 所以這就很奇怪 再來更詭異的是 北韓把這個屍骨還給了家屬 結果家屬去怨DNA 這DNA不是橫田蕙 就一夜都知道是不是我親人 對 所以他現在橫田蕙 他事生事死家屬都不知道 爸爸媽媽等了好幾年 爸爸等到都過世還是等不到 結果在當時有五個被綁架走的被害人 是回到了日本 有一個叫做蓮池勳 他就好像說曾經我在平壤 曾經看過橫田蕙本人 1987年到1994年 他們還住在同樣的一個區域 但是橫田蕙他因為 長到他跟一個男孩被綁架過去的 結婚了 有生小孩 常常帶著女兒在外面散步玩耍 所以他看起來橫田蕙的狀況 好好的 哪有什麼精神疾病 而且他當時被發生 當時橫田蕙他還被講就是說 他還留著被綁架當時 放學 打完羽球回去 那是羽球拍 羽球拍還在身上 就表示他還是對家鄉對日本 是有一絲的這一種 希望能夠回去的一個機會 但是現在北韓一直說 橫田蕙已經死了 但是不斷的有人講說 橫田蕙還活著 到底橫田蕙現在人在哪裡 會不會已經被吸收為 是北韓的一個特務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世紀難解之謎 重案 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 好 最後文綺跟我們聊一聊 這個昨天總統府公布了 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有看得到了這張照片 包含了最高法院法官蔡采貞 監察院秘書長朱富美 台大